对 昨天其实我们也看到讨论呼声也比较高 2024年至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 在前期 这个前期应该是在2021年的3月份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新的板块或者说新的一个指数出现 就是我们所说的宁组合了 宁组合当时接力了谁呢 就是某指数整体的形成一个上中下游 大幅的上涨 新能源板块 上游端就是以矿为主的 当时我们其实有一句话 就是手里有矿 心中不慌 上行的一些资源端 什么锂电 光伏等等的 这些只要有矿的都是形成一个大幅的上涨 这是其二 当时主要上涨的是一个 咱们所说的中游端 以电池为主的 宁王的估值也是一个又比一个高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其实就是下游端的汽车等等的 相应的一些咱们所说的下游方向 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行动方案其实是对于新能源车的又一个重磅利好消息 这实锤的一个利好消息 那么这个利好消息呢 从结论上我们其实也讲到 这是属于什么呢 新能源的供给侧改革了 在2016年的时候是煤炭的供给侧改革 那煤炭供给侧改革的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把之前的过剩产能慢慢的去掉之后呢 剩下存量或者说是一些必须的产能 然后呢 出清之后呢 那么对于整个的行业是有利的 目前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的新三样 这个其实也是经常讲到的 什么电动车呀 锂电呀 光伏啊 就是都是出现了一系列的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卷或者是产能过剩 对不对 但是所谓的光伏的内卷是并不认为自己内卷 并不认为产能过剩 还是在不停的生产 那么生产出去之后呢 没人要 没人要怎么办呢 那就降价吧 就是互相压价 这个导致的是什么 整个的行业形成一个恶性竞争了 那么这一次这个咱们所说的降碳的行动方案 其实呢 给整个这个行业注入了一个新的动能和动力 就类似于2016年的这个煤炭这个行业了 那么好 我们其实呢 我看了一下 这个相关性的一些文件的发布 它的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相比于这个十四五之前的三年 累计降碳约3% 整体而言 降的实化比是3.4亿吨的标准煤 这是第一个 就是它的 先说了一下效果 这是其二 目标的任务是2024到2025年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消耗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以及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一些这个重点任务啊 这里面其中一条就是新能源车的取消新能源汽车的购买限制 因为新能源车电嘛 对不对啊 然后呢 支持新能源车的什么通讯政策 包括公共领域车辆的电动化等等的啊 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一些这个 呃 相对的汽车类涨网据钱的 然后像一些管理机制啊 知识保障价格政策等等的 这里面都有设计 也就是从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啊 比如说相应的这个有色类啊 短线形成一个回调 其实和这个也有关系 因为这是降低了整体的这个有色类的一个需求端 对吧 它是要什么 它是要降碳啊 对吧 它是要低碳啊 那有色相对而言是提升了相对的一些污染嘛 所以说今天有色的一个回调呢 可能跟这个消息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跟大家讲 包括石油 包括煤炭 对吧 这些传统能源 它今天跌往据钱是就是在于这个低碳啊 降碳的这个方案出台之后 对于它短期是一个利空 那对于谁是利好呢 新能源是利好 包括刚才我们也讲的船舶 他上讲讲的很清楚 关于船舶方面的一些设备更新 那么船舶今天形成大涨 那汽车类今天大涨 那么通用机械相应的设备更新形成大涨 环保大涨 对吧 环保不就是低碳吗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就是目前讲的话 今天我们看到就是科技端的TMT 有一定的反弹 然后呢 低碳的今天又再次涨往据钱 然后传统能源呢 又相对的跌往据钱 这个其实也就是市场的 是不是风格在变啊 我们要耐心等待 不一定因为这个行动方案 立马的风格又变了 这个传统能源又开始跌了 新能源又开始涨了 这个现在还是需要考量 所以说市场耐心等待这个结果吧 就这个意思